在韩国,K-POP产业是韩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来源,K-POP是韩国流行音乐的简称,现在全世界韩国音乐都在入侵。 不仅是亚洲国家,很多欧美国家也非常喜欢韩国音乐,所以韩国的爱豆,经常,能在很多国家举办演唱会等,这样也能获得很大的收入,因为K-POP产业的发达。 所以经常韩国国家总统,和政府,都会表扬表现好的爱豆,今天就来派遣几位和总统结人的爱豆们,看看有没有你家欧巴吧。 第一个是来自C-Embro的郑融合,大家知道郑融合是因为电视剧原来是美男吧,因为这部电视剧郑融合也一套走红,之后在C-Embro以乐队身份出道。 第二个是各种电视剧和综艺的出演,展现了自己强大的人气,不仅在韩国知名度高,在亚洲范围内郑融合,也拥有极高的人气。 作为很老平昌的宣传大使,郑融合曾经还和总统一起共计午餐过,真是很厉害。 第二个是防弹少年团,出道了已经五年的防弹少年团,现在不仅在韩国,而且在世界范围内,也想有极高的人气。 目前结束了专辑宣传的防弹少年团,正在进行世界范围内的循环演唱会,去戏也开票的场次票已经全部卖光,展示了强大的西本能力。 防弹少年团的人气极高,也受到了总统和政府部门的鼓励,因为新专辑的主打歌连续两次,奔上了Billboard200的第一。 亲王他也在,推特上发表了自己的祝福,第三个是EXO的小分队边佛贤,Chan和Billman这三个更是厉害不仅和总统亲密接触,甚至还搞官司拍起来。 之前,EXO和总统一起出席,乐在北京召开的中韩经贸合作交流会的开幕式,作为韩流的先驱代表组和EXO, 已经出道就在韩国和中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,受到极高的关注和人气,能和总统一起出席国家大会甚至一起合照,证明其超高的人气,您喜欢防弹少年团,EXO和郑融合吗?